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到我这里有一个卡片 这里有一个人 他头上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他头上的这个地方是天空 sky 那我相信大家肯定学过这个字 你看这是什么字 这是大对吗 有这么大有这么大 这个人摆了一个动作有这么大 大 那如果我们现在想表示有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个人的头顶上 在这个人的头顶上有一片很大很大的东西 是什么呢 他就是天空 sky en français on dit le ciel 天 天 OK 好 我们开始写天这个字 还记得吗 中文的汉字要从上向下写 从上向下 所以第一笔是 横 横 撇 那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 第一个横要短一点 短一点 第二个横要长一点 要长一点 我们再来写一遍 我们再来写一遍 横 横 撇 那 大家注意到了 当我写撇那的时候 是先撇再那 因为中文是从左向右写的 从上向下 从左向右 我们再来写一遍 横 横 撇 那 你知道天除了有sky le ciel的意思以外 还有什么意思吗 我相信你一定学过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long day mardi macordi 对吗 那 thunday怎么说呢 或者 francais on dimanche dimanche 中文怎么说 是星期天 也可以说星期日 星期天 星期日 我们再来写一遍 从上向下 从左向右 横 横 撇 那 大家写中文的时候呢 不要着急 因为我看到有的孩子这么写 不要 所以不要着急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慢慢写 pong dong dong take your time 慢慢写 吸一口气 横 横 撇 那 你看 你看 是不是好看很多 我们再来写一遍 横 横 撇 那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汉字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